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我們今天講的主題叫做 Temporal Convolutional Network 簡稱TCN 我猜過去大家 對於這個Term可能 沒有那麼熟悉 這東西 這模型是用來做什麼 它主要是用來處理 所謂的Sequence Modeling 所謂的Sequence Modeling指的是 當前的輸出 輸入跟輸出的Mapping 當前的輸出 只與現在跟這個時間 往前的所有的輸入有關 所有當前的時間之後的 都跟我當前的輸出有關 當前的輸出 只是與現在跟過去的時間有關 我們在學Reforce Modeling 有學到Markov Property 這邊概念會講 Markov Property指的是 當前的State 只是與前一個State有關 與前一個State之前都有關 這是Markov Property 這邊的Sequence Modeling 是當前的Output跟Input的Mapping關係 只與現在跟過去的輸入有關 跟未來的 下一個時間點的輸入都跟我當前的輸出 這是所謂的Sequence Modeling的問題 我們在處理Sequence Modeling的問題 最常用的三類模型 第一個是大家所投資的 叫Recurrent Network 從最經典的RNN 在解決比較長的記憶 LSTM跟GRU Group等等 大家應該多多少少 就算不熟悉 也應該聽過這幾個Term 這是在解決Sequence Modeling問題的時候 最常用的模型 第二個模型 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主角 藉用Convolution Network 來讓它在時間序列上面的應用 在今天我們現今這個Moment 我們稱這樣的網路叫Temporal Convolution Network 簡稱PCM 第三種是最近這兩三年崛起的 特別是在NLP領域翻譯等等 這些被大量使用的 基本上也是當今的這幾個 抖面的StereoR 目前最好的結果 用到所謂的Attention 注意力機制 上次有講到Attention 如果大家對照片不明瞭 可以看一下上次Present介紹的一本書 裡面對這方面 或是網路上面找一些相關的資料 這方面的資料非常的豐富 那在介紹TCM之前 我們要先介紹一個Convolution的結構 這是我以前去一所高崇的題目 這是其中一個Stand 這個叫做擴張卷跡 Directing Convolution 或叫Atros Convolution Atros好像是一個法文 大陸把它翻作擴張卷跡 那這個卷跡跟一般的 我們常用的卷跡有什麼不一樣 你可以看到 這邊 這邊 比較深藍色的部分 就是卷跡的部分 然後中間 都有一般的藍色 就是沒有卷跡到 比如說這裡一個三乘三的卷跡 它把它展開來 中間都空一格 我們稱為這樣的一個Dilation等於2 就是一個卷跡的Pixel 到下一個卷跡的Pixel 中間隔兩個Pixel 這個 所謂的這個叫Dilation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三乘三的卷跡 Dilation等2 得到一個結果 後來的結果 就是上面這個藍色 綠色的部分 這叫所謂的擴張卷跡 那如果Dilation等於3呢 就是中間會隔三個Pixel 這一個跟這一個中間隔兩個 就連續三個 1,1,2,3,4 那Dilation等於1 就是一般的卷跡 就中間都沒有空格了 這個叫做Directing Convolution 我們待會再講 會用到這樣的概念 好 把這部分關掉 那這一天是 最早為TCN 命名的第一篇論文 那事實上 這篇論文的作者他有提到 TCN並不是 現在他們提出來才有的 早在這個 三十幾年前 這樣的模型就已經被應用了 那在以前呢 19890 80年代 90年代 這樣的一個模型 叫Time-Denay Neural Network 時間延遲了神經網路 那這一天跟所謂的 Time-Denay Neural Network 一個最主要的差別 就是為了讓每一層 它的這個長度保持是固定的 所以它在前段都會做Petting的動作 那提這篇Petting之前 我們要先解釋 所謂的因果券機 因果券機 我們可以看這個 定賣這篇很有名的 也申請 成功申請專利的這篇路 Webnet 它有一個圖 它有一個圖 它有一個意見 它有一個圖 因果券機 因果券機是什麼呢 就剛剛講的 當前的輸出 只與現在跟過去的有關 所以我們KT用 Convolution 這邊這個是一個1-Dimension Kernel給2的Convolution 可以理解嗎 Kernel是2 所以它當前的狀態只與前一個狀態 下一層 下一層 當前的Input跟前一層的Input 做Convolution 一個2的Kernel做Convolution 當它是MultiLayer的時候 就可以一度往前推 所以當乘數越多的時候 它的Sequence也可以越長 這樣了解嗎 那為了讓這個Sequence 可以更有效地更長 我們借用剛剛才介紹的 Directed Convolution 來做這件事 這邊是Directed 選等1 Directed等2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跳一格有沒有 然後這邊 它用那個指數形態 就2的0四方 2的1四方 2的2四方 你可以看到 這邊就跳四格 這個Pixel 然後1 2 3 10 有沒有 所以它就1 2 4 8 這樣一個指數形式 這樣子的好處 就是說我可以更快的 把我的所謂的 ReceptFill擴大 ReceptFill擴大 基本上我的Sequence 看到了就可以更長 這邊Input就是我要輸入的Sequence 那我透過這個Kernel的Size 因為Kernel的Size 越大其實就看到越遠 對不對 這點可以理解 我把這個先關掉 比如說 拉上來 再把它放大一點 比如說我們左邊這個圖 它Kernel是3 你可以看到 它就可以看到 當前Run 它的前兩個 所以當Kernel越大 它的Sequence 也可以越長 那在第二個 決定因素就是 必用Directed Convolution 當你有越大的Dilation 的時候 我的ReceptFill也會越大 ReceptFill可以知道 就是我從這個地方看過 可以看多大的範圍 這叫ReceptFill 所以 第一個決定因素是Kernel Size 第二個決定因素是 Dilation Rate 第三個決定因素是 我要擴大 因為我們知道 當一個網路躍升的時候 就有Gradient Manage的問題 這我們在那個 經典的ResNet 它基本上要解決的一個 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 網路過升的時候 它的Gradient會Manage 那這時候就可以借用同一個技巧 透過它的 Relegial Network 這邊有一個 Identity的Showcard 就這邊 看得到嗎 好像圖有點小 好 那這邊它 一個Relegial Block 是做了兩次 第一個是一個 Directed Convolution 然後做Normal Dilation 然後做ReLU 所以我還做了一個抓到 然後這第二個 一模一樣的東西 它以兩個為一組 當作一個Relegial Block 那這邊就是一個 直接輸出 那因為我們用到了 這個Relegial Block 所以我們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要確保 它的長度 是要一樣的 所以我們會在這邊去 去補 空白 不然這邊跟這邊會對不起 好 那 如果你有讀 Relegial Network 相關的 這個 這個 不管是Paper 還是網路上面的一些 某個文章 這邊 你如果要維持 這個Showcard Identity的Showcard 跟這邊的Convolution 出來的 結果 那這邊 有時候也可能要做 一乘一的Convolution 這是維持上面寫 一乘一 Convolution的一 因為你的那個 那個 那個 Kernel的 Number 的Channel數 要維持一樣 所以我 如果 Pot 出來的Channel數 變多或是變少 我要利用 一乘一個Convolution 讓它的 輸出 的那個 Channel數要對應 好 那這個 就是實際上面 它用圖詞來解釋 如何用 Identity Map 那這邊 這邊是 跟左邊一樣 兩層 唯一一個Block 那這邊 就是做 這個 Convolution 然後 右邊 就是做 Identity Map 好 那 基本上 所謂的 Temporal Convolution 它的基本精神 就這樣子 那 這一篇 第一篇 它有提到 我們為什麼 可以用 TCN 它有什麼好處 那大家知道 我們用RN的時候 它的 Sequence 是有Dependency 就是 每一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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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後 都是有相應性的 所以你只能 Sequence的處理 可是我們現在用的是 Convolution 所以我們可以平行處理 序列輸入進去 序列輸入進去 它就 因為我們等於說 是用Feed Forward的 Convolution 所以我整個 Process 是平行處理的 所以 效率就 快很多 那第二個 所以它提的優點 就是 Recept Field 我可以改過 對於 不同的問題 Sequence很長 Sequence很短 我可以透過調整 我的Recept Field 來看到 不同大小的Sequence 好 可以 請問一下 像 我們今天 拿一個Sequence 像那個 那個 K-Rush那個 做的 寫那個書 寫的那個 標準的那個 寫的 那它 可以講說 一個Sequence 你可以用Convolution 去做 那如果 我們用普通 DWI Convolution 去做一個Sequence 跟這個 的差別 你知道的是說 它這裏有一個DWI Convolution 不過這三個東西 DWI Convolution 只是為了擴張 它的Recept Field 它不見得 一定要用 我比較好奇 像 今天我們給這個東西 看一個很困難 可是 那一種東西 是普通 意味的 它其實也有 Stable 我幫我們Stable Gerity 然後它其實也是 最普通的 東西都可以做 都一樣 都可以一樣 它這邊 唯一的一個 限制條件 就是我剛開頭講的 當前的Output 至於當前的Input 跟之前的有關 所以 所以它要符合 這樣的一個 restriction constrained 不是restriction constrained 我們看一下 剛才有關 就是叫Web內的那個 因為其實 我們到最後面 我們把這個規位 其實最後一個時刻 我覺得 是很遠的彈近 對不對 就像這個 更上面黑的 更上面黑的 把這個規陣一下 以後 其實它 像太陽它還是 這邊是直的 這邊是斜的 這邊是斜的 但是規陣以後 其實 看起來我只能說 那個橘色的那個Output 是跟那種 十顆的關係 然後它現在看起來 會讓我們感覺說 它是跟這個 十顆的關係 然後 那這個會不會影響那種 扣色的那個 你說 我沒有聽懂 你說 直與最後一個有關 對 那我覺得 沒有啊 你從這邊多一點過來 你可以看到 這邊 這個 十星的線 對 我覺得 給它一個感覺 你把這個整個東西 把它歪一下的話 其實那個 最後的Output 或者是跟底下那股閣的關係 對 那是不是你要把它最後一個做 最後一個 它就是最後一個時刻 還是其實它是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時刻 才可以做 那我要最後會影響那種 就是 沒有 你看 它這個是 基本上也是一個 呃 該怎麼做 因為當我們做一個 以為的訓話 我並沒有講說 這是一樣的事情 可是我並沒有講說 它就是 只跟前面時刻的關係 並沒有講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看起來好像是 差不多 就我大概因為我前面都以為 好多的事情 那最後面可能它會變相 對 對 那最後面那一個東西 我可能 可是它不是 它不是只看這一個啊 它每一個 它的Input跟Output 都是等長的 只是說這一個Output 它對應到的是 以這一個 總共有三個Hidden layer 這樣子的 它看到的是分文 那這一個 看到的是分文 那這一個 如果這是Initial狀態 第一個Output 就只有第一個Input 就出來了 所以這邊的 Input跟Output 是完全等長的 對啊 這邊 你沒有的部分就是 讀Pedding 所以它 可以讓這個 中間層每一個 都跟Input、Output 都等長的 那這個Sequence Modeling 它一個定義 就是說 我的Input 長度跟Output 長度 是Equal的 它每一個 Output 至於當前時間 跟之前 有關 有關 這個應該可以講 因為我不知道PoTal 不是那種 我可不講的 就是跟過去有關的事情 到底有多重要 呃 比如說 一個例子 像股票 與過去有關 不會跟未來有關 它不可能跟未來有關 就當前的 它的價值 是跟過去有相關 因為你沒辦法從未來 你沒辦法得到未來的資料 來預測過去 這類問題叫Sequencing Model OK 第三個優點 就是它的Gradient 它沒有所謂的Vanish 或是Volent 的問題 因為 比如說 雅安會講 它的Gradient 是跟你的Sequence 是同一方向的 但你現在是做Convolution 它是不同的方向 那你再加上這個Region 就更不容易發生這個 Gradient Vanish的問題 這是它提到的 所謂的Stable Gradient 那 它也提到另外兩個 NoMemure requirement 那你如果有實作過 這個LCN CodeGuru的話 你就知道它很吃Memure 那 相對來講做Convolution 它需要的Memure 會少一些 那 這一篇跟其他幾篇論文 它的一些實驗 它也 呃 從實驗上去證明了 所謂的這個 RN 它 理論上面它的長度 它能夠記憶的長度 並不如它 原本預想的可以那麼長 它有些實驗做比較 它可以看出來 對於很長的序列 RN 這個 RN Guru 做出來的結果 都遠較為不理想 那 最後一項就是 它可以透過調這個 Reserve Fill 來 配合這個 不同 長度的 Input 那他也提到了 兩個 算它的缺點 那第一個就是說 RN RN的時候 你在Training的時候 要整個區域 可是你實際在預測的時候 你知道 丟給它 Input 它就會 可是對於 這個 提心而言 你在 Inference的時候 你要給它整個序列 這是它 這所謂的 Data-Story-Turing-Information的意思 那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 它整個 看的Sequence 跟它Reserve Fill 的大小有關 所以 針對不同的應用 它可能 處理不同長度的 Sequence 大小 那你可能 模型就沒有辦法 直接套用 這是它 提到的 另外一個 不要沒有那麼 facebook的問題 好 那這篇論文 它 前面基本上 就在 簡單介紹 什麼叫做 TCN 那後面就是 針對 RN 為基礎的 這個 模型 做一些比較 有一些基本的 那個 做Word 的 Character 還有Copy Memory 基本上就是 NLP的一些 相關的測試 我們快的 構書一遍 這裡面有提到 所謂的 Sequence and NIST 那這 所謂Sequence and NIST 就是把 這個 28x28 拆成 一圍的 就變成 784 28x的話 784 一圍的 這個 序列 來做 訓練 跟Predict 你可以看到 跟LSTM Groove 還有 基本 RN 比 TCN的結果 全部都比較好 基本上 在這裡是 各項屏比 全部都是 最好的結果 因為這篇 Pair 出來 時間 比較長 2018 可能 猜 應該是 在 Transformer 之前 所以 它並沒有 針對 Tension Model 做比較 理論上 Tension 可能 會比較強 如果針對 它這裡面 跟這些 Wall-Level Character Label Data Set 的評比 Tension 的機制 不過後面 我們待會 會講到一篇 結合 Tension 或許它跟 Transformer 比不見得 會輸 好 這是 第一篇 提出 TCN Model 的論文 在這之後 同一批作者 叫 第一作者 他基於 TCN 他提出了 一個 不能算是 改進的版本 算是一個 擴充的版本 這個 叫做 Trace Network 中文可以翻作 澎價網路 它改了什麼東西呢 那它基本上是 TCN的一個 特殊版本 看一下它的圖 好像 這裡面文字很多 就不一一介紹 OK 我們直接看圖 它跟 一般的TCN模型 它做了兩個 算是 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是 它的位置 除了每一個 time step 都一樣以外 它的 每一層 的位置 也全部都一樣 對於同一個 channel的位置 從頭到尾都一樣 往右跟往上 它的位置 都一樣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它的 input 都會輸出到 每一層來 右邊這個圖 我把它放大 你可以看到 這是第一層 這是第二層 每一個 input 都會到每一層 去 這是兩個 主要跟TCN 不一樣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 像虛線這樣跳過來 這什麼意思呢 這是 這一個的 輸入 這邊Zt 代表隱藏層的 輸出 前一層的輸出 這是 t加1時間 這是t 它會 在這裡 跟 這兩個 的結果 結合 做一個 function 一個 function 結合 這 function 是可定義的 後面論文會講到 它必用 ltm的get 來做這件事 把這兩個 做結合 那 這裡的 這一個 圖呢 它的 舉例的例子 是 一個 Kernel等於2 你會看到 這 現在跟前一個 那 我剛剛 有開頭提到 這是一個 TCN的一個 特 特別的 特立的模型 所以它可以 沿用TCN所有的概念 所以它可以 Kernel等於3 Kernel等於3的時候 就看到 當前的跟前兩個 那 一樣可以用 Directed Convolution 一樣都可以 然後也可以用 Directed Convolution 所以 剛剛 這個 TCN所有提到的 它的 Fature 在這裡 都可以應用 唯一它跟TCN不一樣 第一個就是 Wait 除了 Time Steps Share Layer之間也是 Share 那第二個 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的 Input 會輸入到 每一個 Layer Input 的前面 這樣子 那這篇論文 它花了 很大的天賦 在 去 闡述 它的 提出的 Trust Network 跟RN之間的 觀念 那它後面有證明 它證明了 這個RN 是一個所謂的 Troncat Troncat RN 等一下 那 那 這篇論文的 第四小節 第四小節 整個就是在介紹 Trust Network 跟RN之間的關係 那 前面有介紹 跟TCN的關係 就是我剛剛 舉例的那些 編古文講 最主要的是 它跟那個 RN的關係 那它提到 這兩者它 提出了 一個定義 一個 Trust Network 就等 等價一個 所謂的 Troncat RN 這裡的M 代表什麼意思 像我們講RN就是 從頭到 當前 這是我們講RN 每一個 當前的時刻 都跟現在 跟 跟往前的所有的 各有相關 這是 這個 RN的 那所謂 Troncat RN RN 基本上就是 設一個 這個 所謂的M M就是 往前推多少 就不是從1開始的 因為我現在在 step等於10 那如果M設等於7 它就從7到10 7、8、9、10 就四個 四個 Time step 那 後面 這篇論文的 第四小節 整個就在 推倒 這兩個 如何等價 因為這邊 讀過 沒有仔細看 其實 這樣 直接講 不太容易懂 所以這部分 有興趣的 我就留給你自己看 整個 證明的過程 它最後可以得到 兩者是等價 那這張圖 基本上是 一個 兩層的 Troncat RN怎麼用 Troncat Network 來等價 它的關係 左邊是 它利用了 四個 Hidden layer 應該是四吧 等價於 一個兩層的 RN 這邊是 左邊的 更細節的部分 它這邊有說 Miss Group 這是 裡面講的細節 兩個之間 如何讓它 跟它 產生 等價的關係 那這邊 論文是在 作者提出 TCM之後 所以 它也做了一些 對比 那 理所當然 它的結果都比之前 很多要好 它做了刀針之前 有做了實驗 那 它後面實驗呢 我剛剛有提到 你知道嗎 它除了這個 Input 會到每一層以外 它會拿 前面的 狀態 會映射到 這個 結果的輸出 兩個 做一個 function 整個虛線的 這個部分 那這邊 你會看到 不同顏色 代表它的不同的 time step 那 它整個實驗呢 這兩個 結果的 做 function 印射 它用了 LSTM的gate 這一行 左邊寫的 這個就是 LSTM的 mary 7 下面這一行 就是hidden layer的輸出 那 剛剛有提到 它們兩個怎麼做印射 這就是 那個 MarySale裡面的 這個 前一個的 的hidden 輸出 去做 那 這部分 你可以看 這篇 paper 的後面 它有更詳細的 去介紹 LSTM 跟這個 trace network的連結 或是 你可以看 LSTM 它都會 那公式 基本上就是對應的 它只是 那公式的一些 變數 名稱 不一樣 那我這邊 左半邊 有註解 這一個 前面 這個 所謂的 E E 這邊 後面 E 就是 前面 講的 那個 Troncat 的 step 剛好就對應到 MarySale 跟hidden layer的 輸出 那 它後面 實驗 都是 Tress network 加上了這個 LSTM Gating 的 機制 來做的 那它也比較了 它 不同的測試 它所需要 用到的 參數的大小 那你可以 那 這裡 那個 TCN 你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講到 這個TCN 這個TCN 它用到的 Mary 一定越多 這可以理解吧 我們剛好提到 這個TCN 相對於這個 RM-based 它用到的 Mary 從這裡 這篇 paper 裡面 提供的數據 你可以看到 這邊只要 13M 你可以看到 所有 LCN相關的 都很大 那 Tress List Network 因為它用到 很多 RM的技巧 所以它 它相對網路其實 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它的 那個 需要的參數也是很大 但是它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 它比 所有 之前 透過RM 甚至這個TCN的結果 都要更好 這個 叫做 困惑度 這個值是 越小越好 你可以看到 這個 TressNet 結果都是最好的 那 這是 Wiki Dataset 你可以看到 它的結果也是最好的 好 那 那 這邊 有跟 Transformer的 因為這篇 論文的時間 就比較後面 ICR 2019 發表的論文 可以看到 這一篇 非常 Transformer 跟 TressNetwork TressNetwork 就好了一點點 好 這是 這是 同一個作者 他們基於 PCN 延伸的一個 模型 到此有什麼問題 就是 記憶體的大小 是不是 全連接 到它的 存動量 變多 所以 LSTM 相關 它的記憶 的記憶 群眾的那個 記憶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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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體的數目 記憶體的 記憶體 記憶體 對 好 那 這一篇是 最近的論文 這一篇 是不同作者 發表的 這一篇 它 進一步 把 TCA 跟 Attention的機制做結合 根據作者宣稱 它 它的 結果是 目前最好 它有做一部分 跟前面兩篇 相關的實驗 有做比較 那它沒有 實驗的 廣度 沒有 前面兩篇 做的那麼多 它有做其中一部分 這個基本上 它也是 配上 TCA 然後在 TCA的機制下面 去跟Attention做結合 前面很多 是重複了 就不多講 我們 直接看圖 那它 基本上 跟剛剛一樣 這也是一個 Kernel等於2的 然後這邊做 Dilation 有沒有 Dilation 那最主要是 右邊這個圖 我把它放大 就是 這一層 它的 輸入 會先做一個叫做 Temporal Attention 得到 這個 輸出之後 這個輸出 再做 Convolution 可以一般的 Convolution 或是Directing Convolution 這個結果 再跟 這邊的 說 Enhanced Rigion 兩個 Combine 得到的 輸出結果 就是這邊的 輸出結果 那 這邊的 Temporal Attention 怎麼做呢 看下面的圖 基本上 跟 一般的 Attention機制 是 沒有 差別的 那 Attention機制 它基本上就是 有一個 Key 對應一個 Value 還有 Query Key 這邊所謂的 KQV 這三個 東西 在實際上 我們怎麼用呢 我們的 Queries 就是 Queries 詢問 我們 要找的東西 透過 Key Key 跟 Queries 做一個 Combination Combination 之後 做一個 Songness 你得到一個 Wait Waiting 再跟 Value 等於說 是一個 Waiting 在這裡 這三個 都可以是 一個 函數 從 輸入 到 K Q V 都可以是 一個函數 比如說 我們在做 Songness 每一個 都會 自身 帶來的位置 Google Songness 可以找到一些 不錯的 文章 解釋 Songness Transformer 就是一個 算是 極self-attention 大乘的一個 效果很好的 很有名的 Payler 那 這兩個 怎麼做 Combine 就是透過 下面這個 公式 K的值 跟 Q的值 兩個做點擊 然後乘上 D就是他們 Dimension 去得到 這個位置 沒有 這裡還沒有 是位置 得到這個 所謂的W 道指 它好像叫 WL WL 那這裡 因為 我們有 前後關係 所以 Query I 就是 這邊的 這個 Key I 一定要大於 J Query 的部分 因為你不敢 去 從 未來 找 資料 所以 必須要符合 這個限制條件 這是 跟一般的 Tension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I 一定要大於 J 所以 Key 一定要 跟 你要 Key 的範圍 不能超過 Key 之後 了解嗎 這個 結果 我們在做 SoulMax SoulMax 一籃子裡面去 我要的 這個SoulMax 結果就是 我的 位置 這邊配合這裡 文字部分跟圖的部分有點不太一致 這邊 他 在做 SoulMax 的時候 會把 列項量加總 變成這樣重 變成 每一列 是加總起來 變成一個 直的 圖裡面叫做 WS 但是 配合文字裡面 它卻叫做 Mt D 那 這原始的 這個 Input 這邊 等於說 是做 Weight 加權 這就是所謂的 Intense Visual Block 這裡 那這裡的 Value 就直接拿 上一層的 這個 輸入 做Weight 這邊 Value 並沒有經過 任何的 存縫 直接拿 前面的 Input 按圖 直接從這裡 這邊沒有經過任何的存縫 直接拿到這裡做運算 兩個 做 頂級運算 做 頂級運算 做 頂級運算 這一篇 Paper 它 所謂的 attention 其實基本上就是 改這裡而已 好 好 那 想當然而 它發展這篇Paper 它的結果一定是更好 所以它的結果也跟 TCA 跟Trans Network 去對讀 中間這一行是它的那個 參數的Size 你可以看到它勝過這個 GPT2 這邊的 Papacity 是越小越好 這它有兩個 上面這個就是沒有 剛剛後面講那個 Rigual Blood 沒有下面這一塊 沒有這一塊 上面的第一個結果 是沒有這一塊 然後第二個結果 是加上這一塊 這兩個不一樣的地方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 一文是GPT2 OpenAI GPT2 OpenAI現在出了 GPT3 因為它是更 更後面出的 所以它並沒有 比較到 它是比較到 第二代的 GPT2 那你可以看到 它 比TCN 然後LCN 然後用NAS 社區的 那個 Model結構 TraceNet 它結果好 非常 算是好非常多 一樣 這個是PenAI PenAI Wiki Test 它基本上 就只比較 這兩個 模型 它並沒有比 跟前兩篇Paper 它有做一些額外 前兩篇Paper 它有做那個 所謂的那個 Sequence NAS 還有那個 Copy Memory 就很長串的 然後 不要讓你去記 很長之後 前面的是什麼東西 前兩篇Paper 有做 這篇Paper 並沒有做那些 更多的實驗 不過 有可能 它的結果 也會比較好 因為 看起來 這些 相關的實驗 它 都有一致性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說 它 實驗的這兩個 Dataset 比較好 但其他的反而 變得很差 好 好 然後面 基本上是做一些 Operation 實驗 來證明它 說 它提出的這個 模型是有效的 那這次 三天 第一天是原始的TCN 然後另外兩天是 基於TCN的 延伸的模型 最後我想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一個實際應用的 Paper 它在實際的應用上面 那這是用來做 這個交通流量預測 它 是Base上 這個 典型的TCN模型 但它 它有些小改 那 所謂的交通流量預測 就是我們在各個 盆十字入口 那 每一段時間 有多少車輛通過 那我們可以根據 車輛通過的這個數量 來調控我們的 紅綠燈啊 來控制交通 等等 好的 這篇 那個 一些 英文 還有一些 小地方 它有錯誤 大家在讀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那 它就是 基本上在 入口 設了一個 它叫做 RSU 這樣一個裝置 那這個裝置 它 其實就是一個 sensor 它會去數 路過這個入口 從這個方向來的 車子 我記得 好像是以 四五分鐘為單位 四五分鐘通過多少量測 然後再把這些資訊 傳到雲端 然後 雲端的這個網路 會 這些數據 去做預測 那它的 sequence data呢 是以六個為單位 這邊的數字應該就是車輛的數目 這是每一個時間點 它以六個為單位 那第六個就是要預測 你給了前面五個 要預測第六個 那這邊 圖的安排比較特殊 它的序列是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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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樣 然後 這要下來 這要下來 這是 它實際上面模型安排 然後 左上方就是 一個 典型的 PCN 有 Direct Convolution 這邊 有 自己再多畫一個 紅線的部分 就是它的下一個 下一個 三 step 它做的 convolution 這是 Direct1 Direct1 Direct2 Direct4 那它跟 DN paper DCN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它 這邊 有兩個 它所謂的 Wear Day 它這邊沒有交代很清楚 我感覺起來是一個 Fully Connection Day 這邊的 有Weight 去做兩次 然後中間一個 Relo 看起來是這樣子 然後 這邊是一個 四溢圖 抓爆之後 做一個 Identic mapping 做Retual combine 那它實際上面 它真正的模型 是 像右邊這個 紅色框起來的 它的 真正的Reach 不是像左邊這樣畫 是 跳一個 這邊是可定義的 它後面很多實驗 它 我忘了看叫什麼 它其實在做research 找那些 最好的超參數 那這邊是以 中間 隔 兩個block 為單位 這邊的 輸出 跟這邊的 低層的 輸入 去做research combine 輸入到下 下下一個block 的輸入 那它 這邊 它怎麼去度量 它的好壞 它用到的 這個 這個 min x2 error 跟 min related error 這是它的定義 mae就是 那個 真實的值 跟 你預測的值 兩個相減的決位值 mre就是 再處理 真實的值 這是它在度量 這個模型的performance 那 loss的話 應該就是用一般的 這個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還有 這篇論文 這裡 有點小錯誤 這邊不是 filter size 是 number of filter 就這邊的 所謂的 12 剛剛講的 第一個 數是 6 一個sequence 等於6 然後 這是channel number 就是 number of filter 對應到這個table 的是12 那實際上 它最好的結果 是24 它在這邊 文字說明 它對應到 是這個table 所以應該要12 然後應該是number 和 filter 這邊它 提到 所謂叫 Taguchi Master 那我沒有去 仔細研究 什麼叫Taguchi Master 我有看了它 整篇論文 基本上就是 做所謂的Gree Search 那什麼是Gree Search Gree Search 就是 你給它的幾個 quiterior 跟Gree Search 幾個quiterior 做所有的排列組合 找出最好的 那 這些排列組合 它總共有 一二三四 那 每一種條件 它有三個不同的 給它三個不同的 第一個 第一個是 那個 Kernel的數目 有六個 十二個 二四個 就Channel數 第二個是 Kernel的大小 一圍的 十 十五 二十 第三個是 那個 所謂的 代理線List 代理線List 下面文字有提到 第一組 第一組是 指數了 二二零四方 再二二四四方 第二組比較長一點 然後二二九四方 第三組 十 一二三 然後 這樣 去也就 齁 所以說 例子有 一二二三 然後這個是 就每幾個 要做 剛剛那個 就得二 前面那項圖就得二 現在 設了三個不同的 它要去 設取的這個值 二六九 那 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 它 要設協的 的值都有三組 所以是 三 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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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透 應該要有八十一個 不過 它 論文裡面 列出了其中 猜可能是最好的十六個吧 是不是 這個 是不是這樣子 可能要每一組 都是 才知道 不過這裡 所以 它叫做 Main Trial 這裡 只列出了其中的十六組 那我畫 紅色圈起來 就是 最好的三個 排列組合 這 中間的 三二一一 就是前面對應 剛剛 那個 那個 四組 要調整參數 拍了 三二一 所以 三 又二四個坑 十五個大小坑 然後 列出1 然後 每兩個 八個條 這樣子 那 那 它實驗的結果 它有同時列出 MAE跟 MRE 這基本上那兩個 它的那個 相關的對應是一致的 並沒有說 我大致看 並沒有說 這個比較好 另外一篇比較差 大致都有 一對應的 對應關係 你可以看到 它跟 TCM 它的這個 TCM 跟其他方法 LSTM Galoo 這些 因為這篇論文 時間 可能 因為 這是 Jano的 配合 所以實際上 神秘的時間 可能是在一年以前 2018 所以 所以 它只有跟 這 Recure的內容 做比較 你可以看到 它的結果 遠比這個 STM 的路這些 模型 要好非常多 其他 都只有 8幾 它已經達到 95點多了 那這邊是在測 不同的參數 對神的 QT的影響 好 好 基本上 這是 這一篇 它基於 TCM的一些 應用 這 後面圖 基本上就是 它的 預測 跟實際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 幾乎非常 一致 只有一些 凸點 這邊的黑色 就是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就讓 看起來結果 非常理想 他說 它的那個 除了少數的點 到分都在 百分之五以內 好 記得讓這片 配了 你可以看到 這一片 你把它放大 再看 這邊的藍色部分 就是 Ground Tooth 那 TCM是 橘色部分 你可以看到 橘色基本上 幾乎都貼著藍色 其他顏色 其他方法 就差異的比較多 好 這是基於TCM的應用 那他也 這幾篇配合提到 就是說 比如說 以這篇配合來講 對於 那種 突發的交通狀況 比如說有 交通事故啊 或是節日 那這一類的模型 因為它 它會 它是非常前後的因果關係 我們上一次也有講到 那個 他利用 這個 Return Network 去預測股價 如果是上次 你有來 或是 有看那個 錄影的部分 他對 特斯拉的股價 預測就相對 失準 因為 特斯拉的股價 在過去幾年 基本上是暴重的 所以過去的經驗 過去的股價 它沒有辦法 當作一個依據 未來股價的依據 所以針對這種 暴衝型的股價 或是 剛剛講的 以交通為例 假日 或是 當天下大雨 那交通就會打劫 那這種 模型 包含我們剛剛提到的 另外兩種 還有 在幾個Sequence Modeling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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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Attention 機制 在這裡 通通都會失禮 好 今天的介紹 基本上到此 不曉得大家有什麼問題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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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它需要看多久 我已經忘了 可能要再重新讀一次 我剛平常就是上個假日之類的 但是因為那個假日通常都是一個spike 它是有突發性 有時候假日可能是週末 週末或許可以 它是有一直重度出現的 它可能可以卸得到 但是一種突然間 比如說今天是颱風天 那它是一個突然的 因為你需要有其他輔助的資料 就是說今天這樣一個突發狀況 它有些天氣的資料同時來train它 那我們在3D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些資料也揮進去 它就可能比較準 它在最後的古學有提到 這方面的未來可以做的地方 就是這種比較特殊的situation的時候 未來可以如何改進它的模型的預測 但是如果你剛才講的 那六日啊 那種週期性 那對它來講可能比較不是問題 它是給5天預測第6天 就針對這邊配合 連續了5天的輸入 不是不是不是5天講錯的 連續5個time step 輸入第6個 預測第6個 對 因為它是 因為它是 這邊的15分鐘是 它在 get data的時候 每15分鐘有一個單位 所以 以這樣為單位 如果 每15分鐘是一筆資料 那5個就是 15乘6 它時間是抓 就是 一整片 要5個示範這樣 因為其實像 剛剛那個圖可以看出來 就是每個示範 所有的流量 太固定 就是 有些是造型 就是 半夜沒有人 如果 以這邊配合它 文字描述的話 它是 它那個所謂RSU的box 是每15分鐘抓取 所以它每15分鐘才有 data 那你一樣 你可以把時間縮短 你可以 每5分鐘 那你的單位就是每5分鐘 一筆 data進來 可是它抓時間的 時間的 什麼意思 時間的到 我就說 它的資料是 一整天的資料 沒有 它是連續的 它沒有管 如果它是以15分鐘為單位 就是每一個 data 是15分鐘 它沒有 你不需要管 是哪一天 因為 每一個 size data 就是一個15分鐘 就是連續的15分鐘 然後 持續這樣 就 開始 15分鐘之後 一筆資料 然後再15分鐘 又一筆資料 這樣子 所以四次就一個小時 然後 然後 第五次就是 一小時15分鐘 那 以這個模型來講 就是 要預測 一小時半之後 測流量 有多少 很多模型的訓練 那 你覺得 感覺起來 這種東西 像阿瑪 阿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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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是哪一篇 不知道是這一篇 還是 還是第一篇 它有用阿瑪 阿瑪 做 它好像沒有做相關的實驗 不過 以其他的 paper 來看 阿瑪 的結果 都不會比較好 這幾篇 paper 都沒有跟阿瑪 比 其中有一篇 有提到 阿瑪 這些 方法 那 這方面 我沒有設列 如果照直覺來講 這些 舊的阿瑪 方法 應該是 結果是 沒有比較好 我講一個八卦 就是那個 今天 陳世偉的章字形 他有一次來檢驗 然後 有一個案子 給大家看 然後 我們用 RNN 去做 然後 他跟我們講說 這個就用阿瑪 去做就好 那不會 陳世偉王 不會 就是他 他講說 他比較相信老大 這一篇 這一篇 那前面就有提到 用阿瑪 我看一下 讓我比一下 動一下 好像沒有 沒有跟阿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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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曾經好不操控的時候 那我剛講的問題在哪裡 是那個 就是小孩子的那個心率 就是要生產的時候 把那個壓力訊號 媽媽的那個壓力訊號 跟小孩子那個心跳都拿來 然後就要認出 就是他們其實看說 就是有沒有那個小孩子的心跳出來 減速這些事情 對 那大概有點像是說 一個Python然後如果這樣掉下來 人可能知道說 這個怪怪的 他們減速不是掉下來就算 可能是拍個快度 或行裝那件事情 所以拿一個 就很天正就講說 就是留心的思念 或者留心的思念 然後那個那天他剛好問 就是他就這樣 我聽起來他比較相信 以前那種其實學生的 他是做那個音樂啊 音訊處理的 什麼音樂的 搜尋那一個 所以他有處理那種 訊號經驗的感覺 好 我那天有留他跟妳講 就是他今天有沒有來到 可是我不知道是怎麼 就是到底他很好 就不知道 你剛講的就是心率的資料嗎 心率叫電話日嗎 你知道說 預測然後早做東西嗎 對 對 就是這個時間點 這個下一個點點 然後等下一個點點 跟普遍的東西 看他們的內容 那麼大 之類的 對 那有沒有一場那個 大概那個醫生他們 是會先調一下 就說 啊這一段算有 然後這一段算 我覺得是因為心率資料 因為心率資料不會大調 對 他不會像這個 那種交通通的那個 大台車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他比較穩定 看好的話 因為那種比較穩定 這邊 看一下 就 這邊 他第一篇 剛提的第一篇 配的 他有一個那個實驗 在做COVID memory 我想 這部分是 就這種 所謂Long Sequence 是這類模型 他能夠真正發揮特長 等我一下 好 這邊 他 第一篇配的他一個 其中的一個實驗 叫COVID memory 他會給一個 序列 前面的10個 是1到8 的一個數字 然後這之後呢 全部都是0 然後最後 11個 是連續的9 那這個要預測就是說 輸出的結果呢 最後10個 要重複前面輸入的序列 1到8的這個Sequence 那這個Sequence 當他越來越長的時候 比如600 800 1000 他這個就在測試 你的模型 可以記住 多久前的序列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等一下 我完了他的實驗結果 你可以看到 右邊的圖 藍色的是 PCN 你可以看到 這個 當他的序列變得很長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其他方法 你看他那個 Loss 就相對的比較早 你可以看到那個 藍色的部分 藍色就是PCN 你可以看到他很快 Loss 就降下來 有沒有 所以 這個模型 他有特別 PCN模型 他有特別強調 跟Recurrent Network 對於Long Sequence Memory的記憶 TCN是比較好的 那我認為直覺 要經過真正的實驗作證 針對這種Long Sequence的問題 他可能 或許會 要顯得PIRMAR要 他 要記的是非常久之前 而不是 中間的這些 連續的東西 這個實驗是在做這個 你可以看到 T等於1000 比如說他 前面的那個 1到8 是在 最前面的 然後 經過了很長的一個 1000的序列 後面 然後 印的是一個9 然後你的輸出 要你能夠輸出 那前面的 那個1到8的數字 所以要記住很久之前的 序列的東西 那我想 以我對RVMAR 他的那個 統計的 叫做 他應該會 整個就 破功了 那也可能 比較不散場 去進行中原 對啊 因為他是 等於說是一個 那個 moving area 的概念 好 還有什麼 其他的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此 庭心圖 在序列的架構 還是他自己 在這個方式 序列的架構 序列的架構 就是剛剛講的 Wibnets 那就用到TC 忘記了 再把那個 Wibnets 叫出來 我們開頭在 他有一小節 一二小節就在介紹這個 Direct-Cosal Conclusion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 PCM的架構 定賣提出來上一個很有名的論 好,沒有問題 今天就謝謝大家